安波华宇足球快训2023年5月28日 曼城收官站判赢兵福特 周日深夜 英超联赛收官站全部上演 其中曼城客站兵福特一意颇受球迷关注 本赛季双方守循环 曼城坐拥逐场惨遭失利 此一刻站兵福特 曼城复仇心切 兵福特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 目前联赛37战14胜14和9负 本赛继承战和阿仙奴 利挫热刺 车路士 曼联 白里顿 曼城和利物浦 颇有不杀无名之辈的意味 联赛至今 兵福特全队取得57球 军场1.54球的破门能力暗藏杀机 进攻线上拜恩麦比奥默取得9个入球 并有7次助攻颇为活跃 强力前锋爱云东尼独中20球 只不过他被罚长时间竞赛 较为影响宾福特的进攻 此一对决 宾福特绝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极有可能依靠主场之力和曼城硬碰硬 而宾福特本赛季主场攻入34球师18球以及89%的不败率 也给了宾福特底气 不过 宾福特防守端目前军场师1.24球略显不稳暗含隐忧 此意能否顶住曼城复仇火力值得商榷 阵容方面 后卫帮杜斯赞成 中场基斯电洛加特和前锋坚尼里维是普达军应商必战 曼城本赛季战斗力极其强悍 提前三轮力压阿仙奴未免成功 取得英超三连关 并且先后杀进英足卑和欧冠联决赛 三条线作战进入最后阶段 有望冲击三冠王荣誉 联赛迄今为止 英超19支球队已有18支臣服于曼城脚下 唯有兵福特上位被降服 三十七轮战霸 曼城取得28胜5和4负 积89分 以8分的优势在英超1起绝成 最后一轮对正兵福特 对于曼城来说 最重要的意义是复仇 但为了给后面的英足杯决赛和欧冠联决赛 积蓄力量和体能 本场对正兵福特 预计戈迪奥拿会对正选阵容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不过 曼城整体实力太过强悍 目前英超军场2.54球的破门能力无以伦比 尤其是爱宁夏兰特西首奇云迪布尼领衔的进攻体系 拥有无坚不摧超强战斗力 即使用后背阵容 菲尔科顿 阻力安爱华里斯 这些攻击手艺十分强劲 曼城本场出征一样是被看好的一方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